这个报告显示三酸甘油脂高 高三酸甘油脂会增加心脏病、重疯 甚至致命性疑状炎的风险 那怎么办呢? Hi 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我会解释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原因 和如何改善它 打个唇膏和三酸甘油脂高 哪个比较危险 当你打个唇膏,特别是LDL 可能是无害的,大而蓬松,火粒的LDL 又可能是容易被用化,导致阻塞血管的细域密集的LDL 但是,提到高三酸甘油脂的时候 情况就比较明确了 高三酸甘油脂会导致内脏脂肪的累积 而这两者对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高三酸甘油脂都会导致动物壁变硬 失去弹性,同时会导致血管阻塞 即使你的胆股脏水平是正常的 高三酸甘油脂会提高心脏病和重疯的风险 所以,三酸甘油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指标 三酸甘油脂的标准是 超过1.7,属于偏高 会增加心脏病和重疯的风险 超过5.6,属于非常高,风险更大 甚至可能引发致命性的异状炎 那我们可以怎样降低三酸甘油脂呢? 第一就是大量减少超加工食品和高糖的饮品 超加工食品,例如饼干,蛋糕,糖果,啤酒,糖浆等 高糖饮品包括珍珠奶茶、汽水等 这些会快速升高血糖 一次过吃那么多糖入肚 会令到多余的糖分转化为三酸甘油脂 如果你已经有脂肪过多或者糖尿病问题 这些三酸甘油脂没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会堆积在血里面,令到长期高 还有超加工食品和高糖饮品 很容易令到你摄取过多的热量令到体重增加 肥盘症又是会令到三酸甘油脂股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摄取过多的水果 特别是当你用水果当正餐 或者喝大量的果汁 水果中的糖分大约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 一次性摄取大量的葡萄糖 虽然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负担 但是因为有强大的异肚素的帮助 身体都算可以应付到 但是果糖的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果糖只可以由肝脏去代謝 而肝脏一次可以处理的果糖量非常有限 如果你一次摄取过多的水果 或者果糖进入体内的速度太快 肝脏就无法及时代謝 这些多元的果糖就会被转化为三酸甘油脂了 当然我不是说吃水果不好 而是提醒大家要适量及适当地摄取水果 第二 第二 调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方式 确保血糖慢慢释放 这就是食物配搭的重度性 透过减碳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 可以防止血糖快速飙升 让糖分和药素在体内慢慢释放 记住食碳水没有单独食 食适量及要配蛋白质脂肪和纤维一起吃 第三 是补充好的脂肪 慢性发炎又是导致高三酸甘油脂的原因之一 而很多植物种子油 例如鸡豆油、苏米油、葡萄籽油 它们不单止不耐高温 还含有很高的Omega-6 反而会加剧体内的发炎反应 所以选择稳定无精制的油脂来煮 例如猪油、椰子油和橄榄油 还有Omega-3的乳油 又在于减少体内的发炎状况 但不要用来煮了 就这么吃就好了 第四 减少酒精 酒精会大幅提高三酸甘油脂 如果喜欢喝酒的人 每周减少到一至两杯 可以改善三酸甘油脂 但如果你三酸甘油脂很高 完全戒酒是必要的 第五 定期做运动 无论是低强度的运动 例如散客步 中等强度的游泳运动 例如跳舞、游泳、跑步 或者高强度的母泳运动 例如HIIT 哪一种运动对降低三酸甘油脂最好呢? 其实最好的运动 就是你可以继续做的运动 这些运动都可以有效地 改善和减少三酸甘油脂的水平 关键是选择适合自己体能和兴趣的运动 和保持定期的运动习惯 第六点 减重 减重可以有效降低三酸甘油脂 因为多元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 并储存为三酸甘油脂 可以减到5-10%的体重 就可以明显地降低三酸甘油脂水平 不过说到减肥 并不是单纯的小食多冬那么简单 如果你觉得做不到小食多冬 可能会怪责自己不够资率或者懒惰 但是其实问题并不是这样 虽然小食多冬可以帮助踏到热量赤字 短期来可以减轻体重 但是如果你没有改变你饮食习惯 调整你荷尔蒙失陷 重新审视你和食物的关系 问出自己为什么不饮不饭 这样减了的体重很容易会反弹 甚至可能受到面称口信 反而更健康 我做的健康咨询服务就是 帮你全面改善你的健康 制定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的改变 如果你想改善健康 或者想健康地管理体重 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开始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了解更多我的咨询服务 所以高三村金油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指标 因为它不仅会导致内脏脂肪的累积 还会令到动物逼变压 血管阻塞 增加心脏病和中风 甚至致命性的疑状炎的风险 降低三村金油脂可以透过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你实现 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但每一小步的努力都可以为你的健康 带来长远的影响 今天就说到这里 继续为你的健康累移情加油 祝你身心健康 下次见 拜拜